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受 主题是 性感的力量 好像我逃不开这个主题和标签 一提到柳妍大家会用性感 而且很多的人至今仍然认为 柳妍是因为当初性感 大胆初位的着装风格 而被大家认识的 所以她成功了 我想他们对我是有一定的误会的 所谓的成功学 不是靠性感初位 而走捷径的 那柳妍如果她成功了 背后有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性感的力量 坚持 05年的冬天差不多这个时候 我来到北京 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我很少去跟大家分享北漂的经历 因为我觉得我是幸运 而我没有资格去埋怨生活给我的压力 我记得我住在公司周围 搬了三次家 每次公司搬一个点我就搬一个点 不行的距离不会超过五分钟 因为我知道只要一个电话 制片人一个电话说柳妍你过来 我们主持人没到你可以做替补的那一个 我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到达现场 我刚主持完一个歌迷的见面会 我要去下一个通告 我得顶着我的通告带 农庄在马路边跟歌迷抢低时 我还记得我脱掉高跟鞋 在寒冷的冬天 穿着小礼服 再往附近一路的跑 只是想不要错过 明星的见面会的主持 没有人花太多的时间 会教你主持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不是科班出身 我也会在公司的机房深夜里 去扒袋子 看到优秀的人 他们是怎么主持的 而我的不好又在哪里 十年了 我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在三十岁的时候 我得自己做一次人生平衡了 请加我的微信 那个时候的我是没有存款的 没有男朋友的 谢谢 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 我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一间卫生间也买不起 我所有的几年的积蓄 买了一辆经济型试用车 那是我的代步工具 我终于忍不住 在老总的办公室哭了 我说三十岁对一个女儿而言 这是一个砍 我好像看不到未来 我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我几乎是崩溃的 我记得我们老总给了我最后的力量 他说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放弃 你这几年的努力全都是白费 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那一次我撑了下来 在当年我得到了公司 让我参演电影画壁的机会 也是这样一个后来被大家认为和误会的 性感的角色 我有了一次所谓华丽的转身 得到了很多演绎的机会 我所说的性感背后的坚持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坚持 而是在你走在悬崖的边界 崩溃的边缘 你要再撑一撑 用最后那一口气 再撑一撑 那可以帮你渡过一段难关 可以让你涅槃 柳暗花明 而不是要用的最后一口气 走回头路 如果可以性感 我希望性感的长久一点 我希望性感到老